然後是差異表,然後是筆甲表 那具有表呢就是 現在第一個表叫具有表 這個具有很簡單,這個三表大家要注意 這個三表不是歸納,是歸納的前提 三表就是說你首先找出,捏出三張表來 它告訴你怎麼捏這個表,這也是一種方法 你怎麼收集材料,你怎麼把不同的材料往哪兒歸內 這就是三表法 然後在三表的基礎上再進行分析,比較和排除 這才是歸了,然後再上升到一段歷史 所以三表是基礎,三表實際上是收集材料 用我們那個話來說,從感性觀察和實驗出發 實際上最初就是三表是感性觀察 是收集材料 那麼第一個具有表就是 我找出表,我會研究某個東西 那麼我就研究,凡是有這種現象 同時也有另外一種現象的東西 我把它全部列在一張表裡 因為這個我們書上舉例,就培根本人舉例 比如我們要研究熱 那我們就找出那個有熱同時發光的東西 既發熱又發光的東西 我們把它列在具有表這個 這是一個 我們能找這個時候找多少 多多益散 凡是又發熱又發光 比如火又發熱又發光 還有很多東西 比如我們太陽又發熱又發光 還有很多東西我們能夠找那個 又發熱又發光的東西 我們把這列在這 那當然 到底有完多少 那就看你的觀察了 看你的經驗觀察了 看你這個面光不晃 你經驗採集的數據越多 你下來做去分析就越方便 是吧 你得出經驗就越準確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經驗方法 然後第二個呢 再列出這個差異表 差異表呢 就正好既然我們說有發熱發光的 我們把它放熱 然後我再把發光而不發熱 是吧 看著發熱而不發光的 我把它再歸著 是吧 比如那個發光不發熱 比如月亮 是吧 它發光不發熱 比如螢火 螢火蟲 當然 這實際上就是 黑根那個時候能觀察到 它認為它是發光不發熱 也許今天我們用更機密的 魚氣來觀察它實際上也還發熱 是吧 只不過黑根那個時候觀察不出來 所以它認為啊 比如螢火蟲啊 月亮啊這一類 發光而不發熱的 我也把它又列 列了這一邊 是吧 那麼這第二個 第三個叫差異 第三個叫比較表 是吧 那麼就是說 我再把這兩個表 把它在無法合的一塊進行一些比較 按照我們說 就是叫成的表和比較 就是在同一條件上 按照不同程度 而具有共變關係的熱的例子 是吧 在同一個條件下 那麼就是說 比如說 同一條叫熱和光 是吧 我就找它的共變關係 比如說 這個 是不是光增大了 這個熱就增強 是增米還成藍米 是吧 這個對於我們可以列出很多來 就是說 比如說 太陽的光是不是增大了 太陽的熱度就增大 比如說 火的光是不是越亮 當然我們現在分成好一種比如說 我們最亮的是藍火 是吧 藍火再次是黃火 黃火 是吧 它的顏色不一樣 當然它那個光發生變化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火 這個熱度也就越高 是吧 這些東西都可以通過列表 列出來啊 你把它通過 這個實際上 這兩個實際上是個紙的問題 這是 都具有 具有這個紙 這是不具有這個紙 是吧 這是這個紙 它和一個具體的現象之間的一個比例關係 是吧 到底就是說 它們之間的一個數量關係 或者是一個 一個相關關係吧 是吧 這有多大的相關性 在程度上 這實際上是個數量問題 比較表實際上是一個數量問題 然後把這三個表列完以後 這就是材料 當然我們說 在列這三個表的時候 當然也得動勞進 是吧 但是總的來說是比較簡單 收集材料 把這個證據寫下來 是吧 你就研究一個東西 然後 當然我說了 這個表可以做很多 比如我們就簡單說熱 我固然可以研究熱和光之間的關係 我也可以研究熱和運動之間的關係 熱和摩擦之間的關係 是吧 熱和溫度之間的關係 是吧 不是 我說熱和那個 就是我說的問題的時候 你外來包多少東西 是吧 這樣一個 所以 我們可以說 你要研究熱 你可以研究很多可能跟熱相關的東西 現下 是吧 你就看熱的原因 到底是跟哪一個有關係 是跟光有關係 是光引起熱啊 還是硬度引起熱啊 摩擦引起熱啊 還是什麼什麼什麼引起熱 是吧 那麼你當你先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個時候 你怎麼辦 你不知道那個時候 你就得 列出很多表來 然後一個一個的加於比腳 加於排除 然後特別是這個比腳表 然後看到那個差別 程度 就是說比如說 到底是光和熱之間 成一個什麼樣的 共增或者共減的關係 是吧 他們是這個相關程度有多高 然後我們再說 比如說運動摩擦 和這個熱之間的相關程度 又有多高 是吧 我們把這所有表都列出來 然後我們再進行分析 再進行比較 再進行排除 這樣就可以進行一輪 實際上就是一輪歸雜 這一輪歸雜 這一輪歸雜以後 就可以得出第一次的結論吧 是吧 然後第一次以後 我再把別的 再把熱之間放在 跟別的一起再搞啊 再放一塊 然後又歸雜出來 然後再把這兩類 再放一塊 再合併再一塊 再進行比腳 最後就可以得到一半公理 這個過程實際上 我說起來比較困難 是吧 我想對我們的同學們呢 剛剛從中學比較 剛剛從中學畢業出來的同學們呢 可能你們比我更容易意見 因為你們在實驗室裡面 做很多研究實際上是這樣的 是吧 你們也在中學畢業 可能有時候在實驗室裡面 做一些研究吧 是吧 雖然實驗室比較簡單 它也是通過這種方法 是吧 你找出它具有 和某種現象相關 然後再找出它和某種現象不相關 然後再找出它 相關的度到底有多高 相關的性 是吧 然後程度上的分析 最後你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是吧 所以我們說 當然如果要說 在座很多是 大學理科的同學 所以他們經常做實驗 我想他們可能對這個更 更加有體會 而我本人從來沒做過這類的實驗 是吧 我們都是紙上談兵啦 是吧 所以我們是把 潘玉根那個方法介紹一下 這樣我們來了 我們說 潘玉根就確定了一種科學歸納法 這個科學歸納法 為什麼 關於它的意義 我簡單講一句 因為它的意義在哪裡呢 因為在 潘玉根確定科學歸納法之前 歸納法 根本就不能作為一種科學方法 登上大雅之堂 在這個中世紀 在統治地位的就是亞歷斯羅多爾的演藝三段式 演藝三段式 我跟大家介紹過 是吧 就從幾個所謂不正 從一個不正之明的大前提出發 然後根據一套這個三段式的演藝規則 那都是亞歷斯羅多爾的邏輯一下 都已經給我們規方化了 然後我們就推 推出結論就是正確 但是呢 我們說這樣一種方法 就像培根 以及同時代的很多其他的學家 他們都指出 說這種方法 充其量只是一種證明的方法 而不是一種發明的方法 演藝三段式它只能證明 它不能發明 是吧 而那個時代 我們說十七時代 是一個需要發明的時代 知識就是地方 它強調的是發明 它不是證明 是吧 發明就不能用演藝方法 而只能用什麼 歸納方法 恰恰是一種發明的方法 是吧 它用發明可以發現 它不是證明 證明是你早就知道了一個結果 然後你要去證明它一下 是吧 發明的發明是你事先 還不知道是有什麼結果的時候 所以你想想它的歸納法 是不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不知道六二的原因是什麼 那我們通過三秒法通過分析 比較排除 最後我們得出來 比如說熱是運動和摩擦的一種結果 那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就發現了 是吧 發現發明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十七世紀作為一個科學薄薄的時代 它強調的 尤其是在英國 它強調是一種發明的方法 發現了 所以它強調 所以黑格認為 亞歷斯多德那一套形式邏輯啊 它什麼都不能教過我們 它無論這件事情同意反復嘛 它都搞證明 證明就是 因為我們早就通過信仰知道 上帝存在 是吧 我們曾經講過 證明 三大時代證明 你不證明上帝也存在 大家都信仰嘛 基督徒嘛 誰敢說上帝不准再 是吧 所以你 對已經信仰的上帝再進行一番承明 那不就等於是 化舌天竹嘛 是吧 那有什麼意義 那對真講我們支持有什麼用啊 沒有任何用處 但是培根就認為 而我們這種方法 這種規範的方法 它恰恰是獲得知識的 唯一途徑 有效途徑甚至唯一途徑 真是因為這樣 所以培根那本著作的名字就叫 新工具 它就是要跟亞歷斯多德的工具片 是吧 爭鋒相對 有這個人 以亞歷斯多德的工具片 卻定為一種演義三戰士 而我的新工具 恰則要表述一種科學規拉法 我這種科學規拉法跟你不同 你那個是個證明的方法 而且你已經被濫用了 被忠實軍院作學濫用了 而我這種科學規拉法 是有助於 就是 了解自然的形式 就是有助於知識就是力量的 有助於這樣一個目的 是吧 有助於我們獲得知識來政府 身負自然的這樣一個目的 所以呢 從這個意思上說 培根的科學規拉法 是有很大的意義 但是呢 同時我們也要說明 培根那個科學規拉法之前 我們說沒有 我們很多人就說說 培根可以在某種項目 也可以說是科學規拉法的 這個創始人 至少它產生了很多重要的啟發 對後來的穆諾這些人 產生了很多重要的啟發 在培根之前 人們對歸浪 是很少看重的 因為歸浪我們說的 它首先是有限歸浪 它不可能窮擊所有對象 而且人們不知道歸浪本身 按照用什麼樣的規則 按這種方法來推演 那培根的三條法 具有很重要的啟示說 因為你歸浪必須要講一講方法 你怎麼歸浪 是吧 你如何歸浪 你如何從這麼多樣本裡面進行歸浪 你這些樣本你怎麼排列 你怎麼組合這本身是一種很耀 耀性很高 這個就有點像什麼 就有點像我們現在搞一些問卷調查什麼 你怎麼設計問卷 這很有藝術很有學問的 是吧 所以大家知道 設計搞問卷調查 你怎麼設計問卷 你這本身就是一名學問 不是說我隨便是瞎設計的 同樣 你收集這種材料 你怎麼把它看在不同的表來 把它排列出來 這本身就是一個學問了 是吧 因此培根這個三表法確定以後 後來到了十九還是十八歲 我記不記得穆勒好像十九世紀 穆勒九五法 穆勒五法裡面基本上就是在這基礎上 在增加了什麼共變法 這個求總法求義法 是吧 這個共變法 變了一個什麼共變法 還有一些什麼 我原來我都很熟悉這條 現在我 因為是多年不在怎麼做邏輯 是吧 都已經有點淡忘了 反正穆勒五法就在基礎上發展起來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 培根的科學回答法 是具有一種開場作用和啟發作用 是非常重要 好 最後一點呢 就是關於培根的 這個維吾主義的觀點 因為培根實際上比較簡單 我們就要簡單的介紹一下 是吧 那培根的維吾主義觀點 普通的維吾主義觀點 我們可以把它開發為如下級點 我再次強調 我剛剛跟同學說 當我們講到維吾主義的時候 已經不涉及它的認識論了 涉及到它什麼 本體論的觀點 是吧 所以我們說 我們個人可以說培根是個維吾主義的經驗論者 但是我們一定要注意 當我們說他經驗論者的時候 是談他的經驗論的選擇 而當我們說他是維吾主義的時候 是談今天這些 關於世界本體的一些看法 是吧 但是呢 在講這一句話以前 有一句話 我們一定要跟他講 就是我們結束歸根的認識論 就是他叫歸納法 是吧 最後我們要看過一點 就是培根已經很明確地跟我們來提一個 提出了一個經驗論的基本原則 就是你一定要歸納法從哪來 感激經驗吧 必須從感激經驗 收集經驗的材料為起點 因此培根已經很明確地 告訴我們這個經驗論的基本原則 就是 一切知識都一定要來自於感激經驗 是吧 沒有感激經驗 沒有這些收集的材料形成的三秒 你不可能歸納出一般的科學結論 所以這個經驗論的基本原則 在培根那裡已經變盡 已經具備了 這一點我們要記住 是吧 然後我們現在就從他的 越是越轉向那個本體問 簡單的解決話 是吧 這句話我們都很熟 這是我們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基本觀點 這恰恰都是維吾主義觀點 是吧 那麼第一點就是培根認為 自然萬物都是由一些物質性的分子所構成 是吧 那麼這一點當然 這一點我們也要強調 培根本人呢 他是個基督徒 但是他在談哲學的時候他不談上天 是吧 他談上天的時候他談神學 他把這兩個分開 雙重真理 啊 神學有神學的真理 哲學有真理 這在哲學裡面 他認為 我做一個科學家 我面對的自然界是什麼 自然界的萬物是由什麼組成的啊 就是有一些最小的一些物質性的威力 他把它叫做分子 他不叫原子 是吧 其實我們說原子分子這些概念 後來都成為物理學的一個概念 是吧 那麼 古希臘叫原子 培根叫分子 這個無所謂 只不過稱呼不同 對吧 然後呢 培根問了呢 自然界本身啊 這些萬事萬物啊 本身具有客觀規律性 有他自己的客觀規律性 也就是不以我們的意思為轉移的 甚至呢 他當他們名言 但實際上後來被 甚至他這條路往下發展的 英國經驗論和自然神論 加以發展 就是說 連這個規律跟上帝都不能改變 對吧 這個規律是誰都不能改變 對吧 是客觀規律 我們剛才也講了 如果你不承認自然界 有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不承認自然界 有連上帝都無法改變的客觀規律 你怎麼認識自然 你沒辦法認識自然 你剛認識自然自然上帝把它改了 對吧 那你就沒法認識了 所以他一定得承認客觀規律 規律本身的客觀性 普遍性 必然性 對吧 如果他不是客觀的 隨時都可以把它改變的 我們就沒辦法認識 所以他強調 這種規律就是我們說 他在知識就是力量裡面強調那個自然的形式 我們整個三條法 整個科學規律法 就是要發現這些東西 發現這些形式 發現這些規律 所以培根的思想 我們今天的很多思想 是深受他的影響 基本上是順著那個路數過來 知識就是力量那個路數過來 對吧 那麼第三點 自然界的規律 也就是這個形式是可以被人認識的 這個我們也不想說的 對吧 就是說他不用我們意足為轉移 但是我們就要通過獲取知識 通過提高我們的理性 通過一系列的科學方法 我們可以認識這些規律 所以培根的三條法就是為了這個 對吧 他的分析比較排除 這種歸納的方法也是為了這個 對吧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我們自己的主觀努力 而達到對他認識 對吧 這是第三點 最後一點呢 就是培根他強調 物資本身 他的性質和他的運動形態 具有多樣性 這一點為什麼要提出來 主要是真的緊接著他出現的霍布斯 因為那霍布斯呢 他就把這個維物主義推上了機械類 物資就成為只有一種性質 只有一種廣言性 或者廣袋性 除此之外的物資其他的性質 都不是跟著物資有恆地關係的 都是隨時可以改變 改變了物資也不受影響的 是吧 那麼認為只有一種性質就是 但是培根認為物資有多種性質 物資有各種各樣的性質 對吧 他認為物資本身呢 這個性質啊 是除了這個這個 就是廣言啊 形狀大小啊 還有什麼顏色聲音冷熱 這樣一些性質 這樣一些簡便性質 這個問題很重要 就是說到了或不是我們就可以開除 或不是認為 只有廣言是物資本身具有性質 而冷熱香甜 這個東西 冷熱香味 這樣一些東西啊 他認為實際上都是 我們主觀的一種感覺 所產生的結果 那麼也就是說 它不是客觀事物本身具有的 這樣就引出了一個大問題 這個大問題以後 就是說我們說 翻監論這一條線 我們可以發現 它後來最後導致了 對整個物資實體本身的否定 這個問題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物資本身除了廣言 廣言就是它出來要佔位子 是吧 任何物資都有長方高 哪怕再小 它都要佔位子 除了它要佔空間這一個特性以外 它有沒有沒有的特性 這個問題 我們說 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那麼培格認為它是有的 所以這個我們講 而運動也是這樣 培格認為 物資的運動 不僅僅只是一個位置的移動 不僅僅只是一個簡單的位移 而它有各種類的運動 吸引的運動 聯合的運動 反抗的運動 等等等等 那麼這樣運動是多樣性的 那麼也豐富 而不像後來的霍普斯認為運動就是一種 就是位置的移動 那就是後來受這個機械人的影響 是吧 因此關於這個 培根總的來說 我們說它還是具有一些感性的 比較豐富的色彩的 是吧 那麼關於它我們就說了這樣 是吧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樣 大哥 好 謝謝 上午 第五節過應該是幾點 所以 啊